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渥华先生创办美南报业电视集团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积极为亚裔发声 推广中小商业 请看李渥华先生的美日专栏 高楼恐惧褪色的天堂 暴风再次袭击佛罗里达州 导致瑟塞市的踏踏公寓暂时终止了搜索行动 一百多位遇难家属在不断哀嚎之中 在此同时 位于加州旧金山市中心的市级豪华公寓 也面临诸多问题 这栋高达58层位于市中心的超级公寓 自2009年入住以来地基已下陷了一英尺之多 由于瑟塞市公寓之不幸倒塌 对于旧金山这栋号称全球十大豪宅的公寓 再度引起大家的注意 居民正越来越感到不安 旧金山和迈阿密可说是全美最美丽的观光城市 许多富豪都选择在那里居住 不但面对大海 美景尽收眼前 多年来随着气候变化 大自然不断向我们发出哀号 但是这些高楼大厦还是在不断兴建之中 旧金山是我最喜欢的城市 那里的美景和温暖气候吸引了无数居民 他们生活在天堂中也必须付出 佛州瑟塞市之惨剧可说是美国建筑史上所罕见 大楼在经过海水浸泡而导致墙边裂痕 皆未能立即修复因而造成之悲剧 确实令人惋惜而悲伤 我们呼吁各地方市政府要立即检验老旧大楼 防止悲剧之重演